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二位啊 刚才我读了这个妻子写的信啊 说这个成功植入耳窝以后 想奔赴新的生活 但是遭到了丈夫的极力反对 我不希望她出去工作 工作这么长时间 受的这些委屈 我都看在心里 所以说我不想让她受这种委屈的 这个慢慢咱们来说啊 咱们从一开始来听 就是什么时候发现 自己的听力有问题 我植入人工耳窝之前 其实我一直都不知道 我这个就属于是一个 先天性的就是遗传基因病 就是说我母亲 她是一个显性基因的携带者 然后我父亲是一个 隐性基因的携带者 所以到今天为止 就是我和我弟弟 同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症状 什么样的症状啊 当时 慢慢的开始听力 就是逐渐去下降 然后你就开始听不清周围人讲话 这个他在小的时候是没有症状 都是到了大了之后才有症状 是的 因为我比我弟弟大三岁 我是在高中毕业 也就是在十八九岁嘛 我弟弟也是在同样的这个年纪 他也出现过这种症状 小的时候你是一丁点的反应都没有的 对 听力也没有说比别人要弱是吗 对 上大学 当时学的专业是外语 等到大二的时候呢 然后我就觉得 听力下降对我来说是一个 致命的一个打击吧 所以就自己瞒着家里把学给退掉了 然后就是手续办好了之后 才告诉我我把喉妈 那你爸你妈当时啥反应 又生气 然后又觉得无奈吧 因为我们家是村里面的嘛 就是小山村嘛 对他们来说 光出一个大学生 特别不容易 然后可能也觉得挺骄傲的一件事 然后我自己私自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所以可能对我爸我妈来说 可能很多失望 很多不能理解的一个情绪吧 退学的时候 病情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听得不太好 一半一半吧 基本上就是理解别人的意思 也理解不太好 理解不到位 所以我就那会儿就挺伤心失望的 就退学了 然后我就去了成都 因为我有一个姐姐 她在成都就是自己做一些生意什么的 我姐当时看我也没有工作嘛 也没有进入过社会 所以就让我去她那儿 给了我一份库管的一个工作 就是她进了货呀 然后出库和进库 我需要给她进行一个记录 我去了不长时间嘛 然后因为我这个沟通问题 输入库的数啊 听得不太好 导致这个数据不准确 所以我姐那个当时第一批货的时候 我就给她丢了几千块钱 然后我就觉得 很对不起我姐姐这一份信任 然后我说还是不做了 所以我就离开那儿了 你在那个时候带助听器是没有用的吗 助听器相对来说 她的分辨率不是很好 就是她能把你周围所有的声音都放大 但是不能准确地分辨出你想要的声音 相当于就是一个大喇叭一样的 当时是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 跟我说在广东那边有一个挺好的一个生意 希望我去能够看一看 我俩那时候年纪都不大嘛 然后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 可能想着也特别简单 投入的时候是跟我父母要了六万块钱 然后一年多的时间就把这六万块钱全部都亏光了 相当于创业失败了 对就创业失败了 就挺受打击的 就回流流的就回到老家去了 那个时候我这个听力问题 影响到我正常的一个生活了 所以我其实心里还是挺自卑的 创业又失败 身体又不好 大学也没读完 包括我父母可能也给了很多压力 他们觉得说我就是应该需要去有一个人 然后能够给我一些鼓励帮助 或者说能够去让我有一个依靠 相当于就是父母开始催婚了吧 对 对吧 这个时候我先生就出现了 他是相当于在你人生低谷的时候出现的 对 穿着黑衣服的白马王子 因为我俩其实是校友 就是很早的时候就认识 后期在联系上谈恋爱的时候 就是中间有很多年都没有联系过了 所以他不知道我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 你是不是上学就喜欢人家 上学一下就有 我就说嘛 之前垫起了 肯定垫起了很长时间了 其实可能自己内心也比较渴浪 就是说像正常人一样 结婚生子啊 恋爱这样的一种正常生活吧 所以我觉得就是给我们俩彼此一个机会吧 您那会认识他的时候 你知道他身体不太好吗 开始不知道 后期我俩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才知道 他主动跟你说的 对 说完了之后 你说实话 有没有一点比较惊讶 确实有惊讶 我理想惦记的女孩 怎么突然间就耳鸣了呢 但是我不看别的 我就看他这种这个人了 这个人心非常的战良 我又认准了他了 因为在老家嘛 然后我就找了一份幼儿园的一个工作 就有一件事让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 因为我那会儿听力也已经有点严重了 就是正常的接打电话 对我来说还是有困难 有一天晚上放学之后 有一位家长就给我的园长来了一个电话 我园长当时不在 我就替我园长接了这个电话 我能感觉到家长情绪特别的激动 但是我又听不明白人家讲了什么东西 我不能给人家明确的一个回应 然后我就没办法 我只能把电话挂了 说等到我园长回来再给他一个解释 然后我园长回来之后呢 虽然是说给人家一个合理的解释 然后挂断电话之后呢 就第一时间找到我 跟我说这个家长说呀 这个孩子回去之后呢 说老师把他打的满身都是血迹 老师进行了一个暴力行为 家长投诉说你打孩子是吗 对家长就是这个意思 它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个院子里面有一棵樱桃树 樱桃那个汁水不是特别多吗 然后小朋友去摘的时候 他可能吃的时候就滴到衣服上去了 然后就造成身上有这个汁水 然后回去了之后 家长就觉得说 我是一个没有结婚 没有生子的一个女孩子 不能体会一个为人父母的心情 可能说孩子有些调皮呀 我就对他采取了一个 就是不恰当的一个举动 他不会真以为那是低的血迹吧 对他就觉得是以为是这个血迹 那身上也没有受伤的地方 他怎么就能判断那衣服上是血呢 对我倒是觉得特别委屈的点 就是那个小男孩 是我们幼儿园里是最小的一个小男孩 我每天都抱着他 我特别喜欢他 然后就那天呢 我就没有抱着他 然后他可能觉得说 老师对他没有以前那么喜欢了 所以其实到今天这个事情 说起来我还是觉得挺心酸的 因为这个清理这个东西 给我造成了这个特别多的困扰吧 所以就是他知道这个事之后呢 他也特别心疼 因为我俩那时候就在谈恋爱嘛 然后他当时就说别干了 他能养我 然后就谈到订婚 谈到结婚 婚姻这个东西 它不是两个人的事情 是两家人的事情 对啊 就是他的家人知道你这个情况 会不会有一些顾虑 对 我那时候也特别担心这个 然后我第一次去他们家的时候 我就跟我婆婆说 如果你们家有一个人不同意 我们俩就是谈恋爱的话 我说我肯定也不能干了 他们说不在乎这个东西 两个人感情好 其实其他的都不重要 婆婆是一个特别开明的婆婆 对对对 我婆婆其实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一个人 我们俩结婚的时候 条件也不怎么好嘛 车呀房子呀 其实什么都没有 婆婆也给了一点这个启动资金 然后剩下的就需要我们自己去打拼嘛 然后等于说是 也是白熟其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他也确实做到了 他当初说的那句话 就是说他养我 我结婚到今年 应该是有差不多九年的时间 确实没有上过班 一直在家 然后就是带宝宝 那你的这个病情呢 我跟他结婚之后 就基本上等于已经放弃了 很少再去做检查了 因为结婚之前 去看了很多很多地方 针灸啊 手术啊 中药啊 就是很多很多东西 我全部都尝试了 最严重的时候 是到什么情况呢 并不是说没有听力 就是说他大脑里面 不断地在叫 还有一个声音 一直去干扰你 你就听不到外界的一个声音 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所以心情特别不好 特别烦躁 生了孩子之后 就停力下降的 就尤其厉害了 就基本上就是 失聪的一个状态吧 在去年的年初 我弟弟植入了人工耳卧 他恢复得特别好 对于我来说 又有了一个新的希望 所以我那个时候呢 就是也想去植入人工耳卧了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老公也不是说 太同意这个事情 我不是不同意 是我想的太多了 我了解到人工耳卧 做完这个手术 我并不是每个人 恢复的都非常的好 而我妻子 对这个手术啊 期待性太高 我想出来的就是 呈现出来的结果 跟她理想这个 我怕有差距 我怕她接受不了 她这个人不是太喜欢 就是跟我去沟通 她那些的一个想法 你会不会误会 她不舍得掏钱 对 然后我就觉得 哎呀 她就是心疼这些钱 她应该是说 对我来说 是最亲的一个人了 然后她第一个反应 给我是反对 所以我觉得特别的伤心 然后我就想到 我小弟做完这个人工耳卧 她恢复得挺好 我想到我妻子这些年 听力受阻 我还是选择 让我媳妇去做一下 尝试一下 内耳开窗术 要在耳朵后面 植入一个植入体 植入之后呢 然后还需要佩戴一个外肌 就是说他们两个 放在一起 才能够听到外界的声音 手术之后 第一个感觉 说实话就是疼 特别疼 然后第二个感觉就是 好像被人 把脑子给劈开了 就是耳鸣还是脑鸣 具体也不知道是什么 那个声音 就特别特别大 每天像一架飞机 在你脑袋里面轰炸 你弟弟那会儿 做完以后 没有你的那个症状吗 他做完之后 他听得特别好了 然后我当时特别恐惧 因为没有经历过这个 我说是不是 我这手术失败了 就感冒去找主治大夫 然后人家就告诉我们说 你这都是正常现象 因为这个手术 一个月之内 他不能佩戴外肌 就是说这一个月的时间 你需要去休养 在20天左右的时候 就是我儿子就出现了 一个身体不太好的 这样一个状况 儿子是什么情况呀 他在学校怎么了 莫名的抽动的一个症状 有点类似于癫痫那种的抽动吗 没有癫痫那么厉害 所以我当时也特别害怕 是癫痫类的疾病吧 持续的时间不长 就是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呢 就莫名的抽动几下 他其实主观意识还是有 我第一时间也跟他说了嘛 因为他是孩子爸爸 所以我俩想的特别多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吧 就希望孩子身体健康就行了 万幸的就是 这个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 结果还可以 就是不是太严重 它是一个抽动症的一种 当时那个医生 他跟我分析这个病因的时候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 你这个孩子就是比较懂事 可能是因为你这个听力问题 他觉得 因为他爸爸常年不在家 就我一个人带上他 他就知道妈妈就是听不清楚 我脾气比较急 然后他怕我生气 所以他压力比较大 他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给我笔画呀 或者我俩出门去办事啊 你就类似于银行呀 医院这种地方 都是护士讲完一遍之后 然后他爬在我耳朵边 再给我复述一遍 好懂事啊 所以这个医生就是说 可能在来自于我这方面 这个压力也特别大吧 对于他来说 其实我儿子 他是最希望我能听见的那个人 他爸爸又不在身边 只有我俩在家 我俩接触的也是最多 所以我觉得我不能这样下去 我必须要去尽我最大的努力 然后去进行康复 然后去适应我这个耳朵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他白天去上学 然后我每天听听音乐 然后再默念我自己的那个名字 因为刚开始带的时候 就是我自己说话 我都完全听不懂 我什么都听不懂 一点一点一点 然后就开始慢慢去识别这些语言了 后面一点 然后就开始能够听懂小朋友讲话了 能够听到我想要的声音了 所以我那个时候呀 觉得真的是 一下子就觉得特别有信心了 其实这个过程 我觉得我儿子对我来说 他真的是特别重要吧 等到今天来说 我差不多开机有五个月的时间了 所以就还是算成功了 对吧 你今天来跟我们写的这个信里面说 你想出去工作是吗 对 丈夫是不太支持吗 对 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 我现在的一个恢复程度和适应程度来说 我觉得我能够达到一个应对的一个能力 我觉得我有信心 然后能够去弥补我这八九年 最黑暗的一个时光对于我来说 替他也分担一些经济压力吧 其实孩子是需要一个父母双方 共同的一个陪伴 他才能更好的成长 因为我们是一个儿子 其实男孩子的话应该跟爸爸更多接触一些 所以我希望我俩能够共同一起 然后让孩子更好的成长 我也自己 然后实现我自己的一点人生价值 对我来说 我现在这个阶段 我有新的希望 新的一个挑战 特有笨头的一个感觉 你有对于工作的一些目标还有计划吗 之前我尝试了一份保险之后 觉得自己不太适合 所以我想要尝试一些就是电商类的工作 然后想要去进行一些待会之类的 现在其实在我们家那个地方 还没有什么太对口的这种工作 丈夫是不支持 不太支持吧 你为啥不支持人家出去工作呀 我就希望他现在就在家带好孩子 大孩子更累 我跟你说上班才轻松嘛 大孩子是最累的 孩子早晨送上学 到晚上去接 白天这一阶段在家也好好休息 你以为在家能歇得了吗 我告诉你在家才歇不了呢 还有老人呢 父母在家如果说需要的话 他也得回去去看一看 对呀 但是他找一份时间自由的工作 都能顾得到吗 他这一阶段我算了 从早晨送孩子到接孩子 白天需要跑跑 就跑跑那了 没有时间去上班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类似于电商啊 就是直播这一类的工作嘛 我比较喜欢这一块 然后我觉得我能胜任这一块 我觉得你表达能力完全没问题 然后我觉得 你特别适合做电商 又亲切 外形又好 我就觉得我有能力 然后我有信心去迎接这个挑战 我想要有一个新的开始 是对我来说 今儿就在这达成协议吧 同意还不同意 同意得去尝试一下可以 先生你知道工作意味着什么吗 工作就像他的听力一样 是能够给他带来新的生命的 他以前听不到 他会觉得他整个的世界都是噪音 当他能听到清晰的声音的时候 他听到的是你对他说的 关心的那些话 儿子对他说的那些温暖的话 工作也一样 他现在有了新的声音 就相当于有了新的世界 他需要用这个工作 把他这个新的世界重新再打开 建立他的自信 因为以前他那些工作不是说 不想做了 而是因为健康的原因 所以他自卑 现在是最好让他重新 重拾自信的时机 你作为他的丈夫 真应该支持他 而且应该要给他最大的支持 因为你本身常年就不在家 对 他一个人在家 又要照顾爹妈 又要照顾孩子 其实挺辛苦的 工作是能让他换一个环境和心情的 他的心情好起来 对你们全家不是都好吗 对吧 对 我觉得不管一开始是否能赚到钱 最重要的是 你用这份工作 建立自信 给自己再次打开一扇新的大门 这个很重要 对 所以我非常坚决地支持你工作 咋样 你支持吗 支持 你是迫于无诞 被迫支持的是吗 支持 这不是你看 我适应不了 这不也适应了 对吧 对 然后又有了新的计划 新的打算 所以生活都是慢慢好起来的 对吧 之前他受了那么多委屈 听不见家长在说 所以说我这不在他的身边的时候 我就不想让他去尝试这些痛苦 等我到回到家的时候 一定都鼓励他去做这个 去做那个 因为我就在他身边了 你现在就鼓励他 现在我俩不在一起 一滴 没事 每天可以打电话呀 现在听力又好了 你俩视频 打电话都可以 每天都是下班的时候 都会给他打视频 跟孩子打视频 聊聊天 在他能够听得清晰的 之间当中 你有向他表白过心意吗 表白过 过节呀 还有给他们送点小惊喜呀 礼物啊 平时在说点 甜言蜜语的话呀 说啥呀 一般都 媳妇你今天 怪怪的 怪好看的 哎呦我的天了 哎呀一言难尽 但是两个人 进婚时间也比较久了嘛 我觉得既然他 能说出这样一些 就是代表心里有我 就两个人一起努力 把孩子带好 把日子过好 然后双方父母放心 这对于我俩来说 是最大的一个幸福 对 尤其是对于异地的夫妻呀 有挺不容易的 对 异地的夫妻能坚持下来 也挺不容易的 就是彼此两个人 都有各自的苦和累 还有委屈和不容易 就是跟你媳妇说 经常说那仨字吗 说 那今天给你一个机会 当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跟你媳妇表个白吧 媳妇 我爱你 我的妈呀 好吧 谢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 希望你们以后的生活 越来越幸福 一切顺利 希望以后这个丈夫 能早点回到老婆和孩子身边 谢谢 谢谢你们 好 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啊 第二个故事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主人公呢 他们是一对母女 在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据说呀 是一碗羊肉粉穿起了他们的母女情 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两位主人公 母亲卢维凤和女儿陈卢露 欢迎二位 主持人好 二位好 你好 欢迎二位啊 阿姨好 卢露好 我说你们两个人的母女情 是用一碗羊肉粉给她穿起来的 我这么说准确吗 算是的 算是的 我们听听你们的故事 就是妈妈以前是做这个 卖那个羊肉粉的是吗 是 您做了多少年了 做了三十多年了 比如说在女儿小的时候 妈妈就在做羊肉粉 对对对 好像听说小的时候女儿 不太在意妈妈做羊肉粉是不是 是的 我小学的话 当时爸爸妈妈 就是给了我很优渥的这种学习条件 把我送到我们当地 一所比较有名的小学上学 那会儿呢 就是身边的同学 爸爸妈妈的工作都比较体面 有做大老板的 开家具厂的 公务员的 然后我每次都会给所有同学说 我爸是个公务员 是机关单位的 然后我妈是做大生意的 是老板 小时候不懂事 面子作祟 然后就给大家 就这样吹嘘自己的一个家庭情况 我就从来没有给任何人说过 我妈是卖羊肉粉的 为了虚荣心嘛 你为什么觉得卖羊肉粉的 不体面是吗 对因为我觉得当时我们那个店 它都不能算是一个店 就是一个在 这种那种河边上的 一个棚子搭起来的 都没有门 我们晚上关门的时候 都是用那种打工的那种塑料布 给它围起来 还要用石头给它压上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说 吃路边摊的感觉 对吧 因为我们那个店实在是太破了 爸爸那个时候做什么工作呢 做公务员 放学了以后 会去到妈妈的店里 吃个粉之类的吗 我从来不去 我放学就直接 溜到楼上去做作业了 然后吃粉都是让他给我端上来 我从来不在楼下 我有时候跟我同学 我们就是放学回家 有些时候会路过我们店 然后我都是带着我同学 绕道走 远远的往一条小路走 就是为了不路过我们店 不让大家知道 那是我妈 是我们家的羊肉粉店 妈妈那个时候知道女儿这心思吗 知道 知道 心里不舒服吧 对 那没有找女儿聊聊吗 知道 她看不出我卖羊肉粉 就是有一次 开家长会 她爸爸说我今天没空 今天这个家长会 还是你去开吧 我们学校组织的任何活动和家长会 我从来没叫过我妈 都是请我爸爸去的 因为你觉得 爸爸工作比较体面 妈妈的工作不体面 是吗 因为我给所有同学形容的都是 我妈妈长得瘦瘦高高的 长长的头发 每天都会化很漂亮的妆 然后身上香香的 就是那一次家长会 我妈就是临时接到我爸的电话 就过去嘛 过去 其实我不知道她来了 后来她就对号入座 坐到我们每个同学的座位上嘛 她就坐到我的座位上面的 然后所有的同学当时就看到 那是我妈了 我妈妈当时就没有那么在意自己的形象 然后穿着个围裙就过来了 然后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个撒谎精了 大家都不跟我玩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小的时候 就是你的这个虚荣心是从何而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理呢 小时候就是因为身边同学嘛 大家都喜欢比较 就觉得我会和同频的人做朋友 如果你是农村来的 或者就家境不好的 我们就不是一个频道的同学了 同学之间会讨论自己的妈妈 所以你听到别人讲自己的妈妈的时候 你就想 我的妈妈应该也是什么什么样的 对吧 是的 那那次家长会之后呢 你回去有没有跟妈妈生气啊 什么的 我就不吃饭 然后把自己关在房间 我也不跟我爸爸妈妈讲话 我就说让她不要开羊肉粉了 你继续开你这个羊肉粉 你就是永远是个土包子 鲜巴佬的形象 我就不要去上学了 所有同学都不要跟我做朋友 这是挺过分的 女儿这么说的话 气死了吧 又伤心又生气又无奈 对 就这样判例嘛 然后这个店就给关掉了 那你也真由着她 还真把店给关了 就是为了她 我有真实把店关了 因为我确实有 几天当时就不吃饭 闹情绪嘛 然后跟我妈妈吵架 我妈也比较心疼我嘛 关店那个时候我还是真实睡不得 因为那我那个时候我生意很好嘛 那个时候已经都要买室室完 就那么光了 我就去开那个货车驾站 住了几个代理 开店了相当于是吗 不是 也没有开店 就是相当于城市代理 给他们发货 长家直接送到我们这儿 我妈妈她就早上每天四五点钟 就要去发车 然后给每一个超市啊 学校啊 还有各种小批发部 有的时候送在乡下 那些批发布 人家搬到三楼啊 五楼啊 我一次性都要搬个 十五十斤啊 六十斤啊 把人家搬上去 这真的是体力活呀 开羊肉粉 我还没做得辛苦 那个时候 做代理我才知道 真真的是 辛苦钱 那时候高中 我基本上就已经懂事了嘛 我就有时候也会去 跟我妈一起 去乡镇上面发货 那时候很大的太阳 烈日当空的 那个驾驶位格 那个玻璃都很近的 空调也不是很好 我就那时候发现 我妈真的还是很能吃苦 就凭借她自己的热情 还有为人耿直 然后才 后面有了很多老顾客 基本上我们那个县城 所有的乡镇 用的方便面 都是我们家的 你妈妈是做生意的好手啊 最后干的怎么样 我就在聘呢 我们这种生意 它是要先打款 后发货嘛 然后当时 她是新认识的一个厂家 刚好接近过年 我们就囤了一批 那个饮料 一次性囤了二十多万 结果发过来的货 只有两三个月 就要过期了 然后当时又遇到 那一年贵州雪灾 我们出不了门 车子没办法发 就是所有的路上都结冰了 然后我们那批货 相当于在家 就已经囤了一个多月了 就支流了 对 我们就找厂商退货嘛 厂商就联系不上 就这样 平白被骗了二十多万 这个工作就一直干下来了吗 干了一二年 她爸爸生变 那天我在乡下 她你今天早点回来 我今天吃吃不下 好像站起来都没离了 那我说我赶紧回来 她想我回到家里 我帮她收拾一下 我都带她去 终于医学院查一下 那个时候 我只会开大车 小车我都不会 平时他们都开个 五六个小时嘛 我都开了十多个小时 终于都晚上连成了 我们直接去那个急诊科 那个医生叫我进去 他说要住院 我说她这个什么病啊 她说她这个是癌症 一个肝癌 好像也还是一个肺癌 两处癌症 两个癌啊 那这证明原发癌 是一个地方 然后已经都转移到 另外一个地方了 对吧 肺癌转移的肝上去的 就原发是肺 然后肺转移到肝上了 对 那个时候我女儿 在重庆上大学嘛 打电话给她 那时候还在上课 接到这通电话 我们就马上包了个车 到了以后 当天是晚上了嘛 第二天我们就一起 去医生办公室 医生说 他这个很严重的 像他这种情况 活三个月的 我的闷都没有看得过 要不然我爹地 开点止痛的 带他去玩一段时间嘛 让他开心 可能还可以活过两个月吧 其实我当时拿着这个报告单 我是不相信的 我觉得我爸爸平时身体很好 我不相信他会 突然患上这么重的病 就要马上要离开人世 我女儿说 爸爸 爸爸只有一个 钱没有了 我们慢慢挣 还是 我们还是给他治 不准放弃 我想让爸爸多活一段时间 如果出现奇迹 他就给我们救活了呢 一直我们是瞒着我爸 说他是肝硬化 说他这个病是能治好的 要动几次手术就治好了 他不是其他的病 他自己也有求生的欲望 一心想着好了 他还要回去上班 因为我那时候大学也没毕业 我弟弟还在上高中 他觉得也放心不下我们俩 也放心不下我妈 就这样一直给他看病 群乖过地 当初就带他医治了 他最后是九个月的时候 才离世的 那已经比医生当时说三个月 要多维持了半年多呢 对 医生当时都说是奇迹嘛 那天我记得很清楚 是2013年的6月11号 就是我爸爸离世的那一天 本来我是提前两天 我就要回学校考试了 但是医生说 可能就是这两天的事了 你们最好 就是这几天要多陪一下他 我就把我的票都改期了 当时医生把我跟我妈 叫到他的办公室 正在说他的病情 还没说上两句话 我就听到我爸在病房里面 很大声地喊我妈的名字 我们冲过去的时候 我就看到医生护士围了一圈 给他做心肺复苏 然后插了一根长长的管子 到他的身体里面 直到那一刻 我才发现 原来所有的事情都已经成定局了 爸爸那么伟岸的一个形象 在那一刻 那一秒就真的是要离开我了 我才想起他头一天 跟我讲的一些话 他突然就跟我讲 你现在也长大了 以后要好好照顾好妈妈 长姐如母 有什么能帮到弟弟的时候 你就帮一下弟弟 我以后如果不在你们身边 也要好好照顾好自己 以后选男朋友 以后嫁人 一定要看清楚 要努力工作 但是我当时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些 直到第二天 他离去的那一刻 我又想起来 他跟我说的一言 他知道自己要走了 要离开我们了 所以他才跟我讲那些话 所以到现在 我每每想起 他跟我讲的话 我的心里就是很来说 爸爸的走是不是 对你来说 打击很大 对 因为从小我就性格 也比较要强嘛 然后也比较叛利 因为我爸爸妈妈 从小就很宠我 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 这一刻我们的保护伞就没了 那时候就感觉天都塌下来了 我再也不是以前的 那个刁蛮公主了 我就要自食其力 跟我妈跟我弟 我们一家三口 再这样过下去了 所以也是因为爸爸的离开 其实一方面是给了你 很大的打击 一方面也是让你 真正的站起来了 就是不再像以前那么任性了 开始懂事了 对吧 以前我在学校的时候 隔三差五 我都要我爸妈来看我 当时最开始没通高速的时候 从贵州到重庆 要开十一个小时 我放假回家 他就一个人开着车过来接我 返回学校 他也是一个人开着车 送我回去 我妈有空的时候就陪他一起 没空他都要送我的 就是爸爸的掌上明珠啊 对吧 对 因为在我爸生病的时候 我妈就已经 把家里面的土地和房子都卖了 治病 家带他去治疗 带他就是包括处理后事嘛 基本上都没有卖的东西了 就出去借 爸爸虽然走了 但日子还得过呀 对吧 这个家里面又借钱 又欠债了 妈妈是不是 又一个人得去 接着继续送货啊 什么的来还债 你还得供两个孩子上学呢 那个时候 那些客户都在 被人抢走了嘛 我生意都不住了 因为那九个月 您就没有再去做生意了 对吧 客户被抢走了 对 后来我都 又想着 卖羊肉粉嘛 这个时候就又重新 开回了羊肉粉店 对 那个时候 他弟弟上高中嘛 他上大学嘛 那您这次在开这个羊肉粉店 女儿是什么态度呢 以前不是最不喜欢妈妈开羊肉粉店吗 家里面还钱是最重要的事 然后那时候就不管什么 面不面 也是因为家里面的这种变故 爸爸走了的 对我的这种打击 那时候就已经发誓 我一定要努力挣钱 我妈重新会去开羊肉粉店 就在我们家楼下 因为我妈平时做生意 很会为人处事嘛 好 生意很好 那时候我已经大三了 当时辅导员叫我考研 我就跟辅导员说 我说我现在不想考研 我要出去挣钱 我想替家里面分担这些债务 辅导员也知道我们家里面的情况嘛 然后他就跟我妈打电话 他们好像聊了很久 希望我还是把研究生考了 然后一边读研一边兼职这种 然后我妈也劝过我 我就是不听 因为我不想再把精力花到读书上面 我想全身心地想怎么每天去赚钱 那你最后去赚钱了 还是去读书了 我就提前申请 我要出来工作嘛 兼职嘛 然后我那时候就已经停课了 我就每天白天 我就去店里面兼职 卖衣服 卖鞋子 晚上我就做主播 打游戏 我记得第一个月 28天的时候 我就赚了7000多块钱 第一时间就给我妈 赚了2000块钱 我觉得我妈 那一两年太累了 然后证文一下子多了很多 所以我给她买了一套护肤品 然后后面我就一直也是这样坚持的 就是坚持到我大学毕业 就算是有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了 相对于那时候在学校 大家都 就是还没有工作的同学来说 我算是 当时就觉得自己还是蛮能吃苦的 因为靠自己的双手挣钱 我也还是比较自豪的那种 之后大学毕业了嘛 我就进入了房地产 好那时候又赶上地产的红利期 我就学着炒股啊 买基金啊 学理财啊 那时候就比较会赚钱了 大学毕业第一件事 我就是在重庆 扎了根 买了一套房 我想在大城市安了家 以后就把我妈接过来 好那时候就是定了这样的目标 那时候就在大学自己 算是有车有房了 当时过着很奢密的生活 家里面债务也差不多还清了嘛 我就说你就不要开羊肉粉了 你再这么开羊肉粉 我处个朋友都处不到 我别人都会觉得我们家境不好 你那个时候还觉得羊肉粉 抬不上台面那种感觉是吗 其实那只是我刺激我妈的话 因为最开始也是因为有过一段感情 就是对方也要求见父母嘛 然后谈婚论嫁那种地步 其实他父母表现得还是挺喜欢我的 他们还去了我们老家 其实就是想看一下我们家庭情况呀等等的 好然后回来了以后 他爸有一次喝醉了 跟我说 觉得我又没钱又没资源 没背景 然后家庭条件也不怎么样 妈妈还是卖羊肉粉的 爸爸又走了 就觉得我们家庭条件门不当户不对 所以我就当时立马就决定跟他分手 然后自己马上就买了一套房子给他们看 我这个人就是还是比较要强嘛 我觉得永远都要争一口气 争一个面子 我们占位还亲了以后 我就叫我妈 我说你就不要开羊肉粉了 看我处个朋友都处不到 其实是因为有一次过年我回去 我看到他的皱纹很深很深 然后又多了很多白头发 过年的时候我回去帮忙嘛 大冬天 洗完阿姨休假了 她就自己去洗碗 那个手全部都开裂了 那时候我们冬天也要一天要卖三百多碗粉 她一个人 然后加上我给她打打砸 本来我是想的 过年好不容易回去休息两天 还要帮她卖粉 我看着她那样 我又觉得很心疼 你妈忙碌一辈子了 怎么可能不干活啊 那你是怎么就开始跟你妈妈投身这个事业了呢 三四年前地产环境不好了嘛 我就离职了 当时手上也还有一些积蓄 我就跟别人加盟一家小吃店 然后又开公司 又做茶叶经销商 就前前后后还是投了大几十万 最后到全部倒闭的时候 可能差不多亏损了一百多万 当时积蓄就全部没了嘛 就这些年自己攒下来的积蓄 但是我想着我还有房贷 车贷 就自己不相信这种现实 我就当时就把自己关在家里面 一蹶不振 每天都要喝酒 喝酒了才能睡觉 要不然都睡不着 那弟弟打电话跟我 叫我过来看一下 她说好像看到她 那个状态也不太好吧 那时候我妈就从贵州过来看我 其实我当时已经有两个月 门都没有出了 后来我都看到满不适的酒瓶 什么东西满地都是 妈妈那个时候知道你的现状吗 就是知道你做生意赔了那么多吗 当时我不知道 我说这个有什么呀 那外公租那个养种粉 就养活那外婆们八十美 那外婆租养种粉就养活 我们准备四个 那我现在租养种粉 不是养活你们准备两个吗 我说现在我不是好好的吗 每天就开着开着它吗 我说你慢慢地要整住起来 还是要去找你事情住 后来我都走了 我妈走了以后 我就去我们楼下 刚好有一家羊肉粉店 然后我去吃了以后 我就觉得他们家味道一般呀 还没有我们家的好吃 好我就刚好跟那个老板聊到 我说我也是贵州的 他就说他不怎么赚钱 我就问他要不要把这个店铺转让给我 没几天他又打电话给我 他说他家羊肉粉 没等我们家那味道好吃 好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我想好了我要创业 我就开这个羊肉粉 咱们就母驴一起做 我说现在又想通了呀 我都把鬼子的店都交给我们亲戚嘛 亲戚管 我都过来 你怎么想的 当时看不起的那一家 破破烂烂的羊肉粉店 其实是他辛辛苦苦攒了很多年的钱 才开起来的 只是因为小时候我不喜欢 为了我他才把它关掉的 虽然这一碗羊肉粉 他很辛苦 然后也不那么体面 但是他赚的都是辛苦钱 这一个辛苦钱 我觉得赚得很踏实 我就自己负责装修啊 前期的宣传呀 菜品的拍摄呀 好我们就这样 把一家店给做起来了 现在生意怎么样 现在生意也很好 每天也要卖个几百碗 现在我们也陆陆续续 开了四家店了 加上我平时也有 拍摄短视频嘛 然后慢慢的 大家都是我们那是网红店 还有很多贵州老乡 开个一百来公里 都会过来吃我们家的羊肉粉 从妈妈的外公呢 传承下来的手艺 加上你现在这个 现代的这些 所有的宣传的手段 对吧 你这个店不火才怪呢 所以现在的这一碗羊肉粉 不再是你小的时候 瞧不起的那一碗羊肉粉了 对吧 是的 就我做什么 他都毫不犹豫地支持我 虽然是一碗小小的羊肉粉 但是这一碗羊肉粉 是有温度的 因为是从你的太外公那边传下来的 这一碗羊肉粉是一袋一袋一袋传到你这 本来一开始还是一碗不起眼的 看不起的 你把这个羊肉粉 从贵州带到了重庆 然后让那么多 不远万里的人都能来打卡 去吃那一碗羊肉粉 这就是传承的力量啊 对 今天借这个机会 我们有什么想跟妈妈说的话 妈妈这些年你辛苦了 自从爸爸走了以后 你的日子一直都很难 但是现在我长大了 也谢谢你一直这么包容我 理解我 支持我 以后的日子 我来照顾你 自然地根的第一点 做得好 我在苦在乱 我都做得自动 我都高兴 自然地根的幸福 我都幸福 真好 我说是这一碗羊肉粉 穿起了母女情嘛 一开始从那个女儿的不理解 到现在加入了妈妈 甚至把妈妈从贵州 都给摘到重庆了 所以这一碗小小的羊肉粉 力量不小啊 谢谢你们母女俩 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你们 祝你们之后生意兴隆 越来越好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我们常说一句话呀 女子本弱 北母则刚 其实我觉得 在女人的身体里面啊 就是有这么样一股力量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不管她是否成为母亲 她都有一种刚强般的意志和力量 能够支撑着这一个家庭 无论是小家庭还是她的大家庭 往前走 所以呢 要向每一位正在努力奋斗的女性致敬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幸福来敲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